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迎来了在船舶领域的发展机遇 越来越受到各国船东的重视 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 截至2015年1月 全世界已有153个LNG动力船舶项目 在中国 LNG燃料因符合节能减排 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 同样受到了船东与政府部门的青睐 自2015年起 各类型LNG动力船 在中国各省各地陆续投入运营 行业的发展对LNG供应提出了更大的需求 目前的按机加注方式 存在项目投资档 建设周期厂等问题 目前的顿船加注方式 还脱离不了按线资源的需求 行业要发展 势必需要更加灵活 符合船舶运营状况的LNG加注补充方式 为解决这一行业困局 新澳集团 向应国家和行业需求 积极探索 勇于突破 在大力发展车船应用LNG的同时 成立了专以LNG应用技术 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新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新澳技术公司拥有专业的船用LNG技术团队 以需求为驱动 通过规划技术路线 研发燃气供应 远程调度等核心技术 开发了奥瑞系列船用LNG系统产品和服务 拥有从技术到产品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主导建造了全球首艘内核新造LNG移动加注船 该船以LNG单燃料 电力驱动全回转推进 软管加快速接头 加注LNG燃料 以及真空绝缘C型LNG压力储舱 为四大技术特点 充分满足船舶运营特点 可向内核LNG动力船舶提供便捷的燃料加注服务 移动加业船经过船体设计人员 对船舶被动承受危险能力的充分论证 采用了全钢制全电焊结构 并在LNG储贯区域 加设下沉式双底双弦结构 同时针对LNG物理特性及燃料加注运营要求 维护系统采用双层不锈钢真空绝缘C型压力储贯 以保障LNG燃料储运安全 上海西澳技术公司的动力系统设计人员 对发动机、发电机组 以及推进器的设计和系统排布进行了整体优化 不但保证运行稳定、可靠性良好 而且减排效果优异 同时针对减针降噪环节进行专项设计 大幅改善船上生活与工作环境 全船动力由两台LNG发电机组并联运行提供 电能通过能量管理系统集中管理 对全船用电需求进行自动调配和安全控制 为推进装置和其他用电设备提供稳定电能 通过综合分析推进器用能及效率 动力系统采用高效全回转对转跺降设计 推进装置操作灵活 即使面对内核复杂的交通状况 仍可以对航行与机动完成准确控制 有效保证主动规避危险能力 为了限制可燃气体危险区域和保证系统冗余 液货系统设计人员为LNG液货系统设计了两套位置相互独立的燃料供器系统 可在4-88的压力范围内 向LNG发动机安全可靠的供应燃气 新澳技术公司还专门针对LNG动力船舶研发了安全保护系统 可以对船上两套LNG燃料供应系统进行实时气体检测 如一套燃气系统泄漏 系统将自动报警并对该系统执行切断 为紧急处理措施留出足够时间 此外 上海新澳技术公司主导研发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船舶集中控制系统 可将LNG液货系统 燃料供应系统及加注补业过程中的压力 业位 温度等各项数据 船舶地理位置与设备运行情况 实时同步至驾驶室和货控室 并由远程监控系统通过移动通讯网络 将数据传送至路上接收设备 使船舶信息化管理变得高效便捷 新澳移动加业船不但可满足船对船直接加注的需求 而且促进了国家相应规范的出台 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促进了船用LNG行业的发展 以移动加业船为基础 上海新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设计了多类型船用LNG燃料供应及维护系统 以LNG为动力的船舶动力推进系统 船舶安全保护系统和船舶信息远程监控系统 可根据船舶类型及运营需求 为客户提供最优的船舶清洁能源集成解决方案 并结合自主研发的各项LNG动力船舶技术成果 与中国内核船舶实际运营需求 储备有多种内核标准化LNG动力船型的设计方案 同时上海新澳技术公司拥有成熟的 LNG动力船舶燃料器室和加注技术 于2015年8月成为国内首家开展船舶加注服务 并获得CCS加注方案认证的企业 在张家港、镇江等地船厂都为客户提供了 安全可靠的加注技术服务 专业性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新的时代为能源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和新的责任 上海新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致力做公平开放的创新平台搭建者 成为充满活力的能源技术企业 始终不忘创新清洁能源的使命 立足自主技术创新 不断探索构建现代能源创新体系 为促进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贡献力量 宁心俱力 至存高远 在每一段踏实的奋进历程中稳步前行 用我所能 善待 明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和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